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学习进度 目前我们所学的是我们施工技术当中的第一节 城镇道路工程 那这里面主要是包含了五目 像第一目结构以及材料 还有就是我们道路来说 从下到上它的层次 包含了路基 基层 电层 面层几个层次 像之前的路基 基层已经全部讲过 那么对于我们的面层 上位节课呢 也涉及到了我们的沥清混合料 它的施工技术 也大致给大家讲到了 那么主要讲的是我们普通沥清混合料 那么对于本节课来说 要把我们整个道路的全讲完 那么对于我们本节课要讲的内容呢 主要是要讲到的是我们感性沥清混合料 它的施工技术 以及会讲到水泥混凝土路面 它的施工技术 还有呢 便会讲到城市道路 它的大修 以及对于我们道路工程当中的 东旅市施工的一些要求啊 那么这呢 是我们本次课程要解决的问题 好 那么按部就班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 所要涉及到的内容的第一个考点 便是改性沥清混合料 它的施工技术 那么这里面呢 它的核心内容呢 主要是包了三个支点 分别从改性沥清混合料 它的生产 也是酒瓣站 它的生产 到它的运输 从半河站运到收线厂 以及现场的施工 也就是摊铺 以及拟压成型的要求 和最后开放交通的一些要求啊 这几点入手 分别来说 首先先来说一下生产和运输 先看生产 对于改性沥清混合料 它的生产 主要的是根据以下四个因素 来确定的啊 主要呢 是根据改性沥清 它的品种 以及沥清的粘度 还有呢 便是气候的条件 和铺装层的厚度 来确定它的生产温度的最下啊 它的生产温度 主要的是根据这四个因素来确定的 那么对于改性粘性沥料 注意 它呢 比普通粘性沥料 它的生产温度呢 适当的会提高一定的温度 提高多少呢 注意是提高10到24次度啊 那么数字一般的会参半到我们选择的判断中午当中去考 而对于这四个要素 那么一般的有可能会考多下题 那给大家总结一下 你记啊 气候品年 气候品年 气呢 是气候条件 品呢 是品种啊 厚呢 是厚度 年呢 是年度啊 气候品年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表啊 把我们之前所讲的粘性沥料 它的摊铺温度 以及呢 粘性沥料 它的碾压温度 和我们本次课程所讲到的改性粘性 它的生产温度呢 进行总结归纳 总结到一个表格当中 然后呢 大家的系统的去记忆啊 注意 看一下我们的粘性沥料呢 它有最低摊铺温度 有碾压温度 还有呢 就是它的生产温度 那么取决于的烟素 或影响烟素呢 各不相同 对于普通粘性沥料 它的碳铺温度呢 主要是取决于气候的条件 也就是气温 和铺住层的厚度 以及风柱 以及下落层的表面温度 那么对于它的拟压温度呢 同样是取决于气候条件 厚度 它还要取决于 它是我们粘性混合料的种类 和压入的类型 而对于改性粘性沥料 它的生产温度呢 同样是取决于气候条件 厚度 以及我们改性粘性 它的品种 以及粘度 所以呢 我们总体对比来计 无论是它不温度 粘压温度 还是生产温度 它们都要取决于什么呀 气候气温 以及呢 铺住层 它的厚度 而不同点呢 就是我们的铺住层 铺装时 它的温度呢 是取决于风速 以及下落层 它的温度 而粘压温度呢 是取决于我们粘性 纹料它的种类 和压入基的类型 因为你粘压时 才会涉及到压入基 你不粘压 是不涉及到压入基的 而对于生产温度呢 主要是取决于 粘性的品种和粘度 那么我们记的时候呢 你要记这个表 对比去记啊 这样呢 才能总结归纳你 方便去记 不要不要遇到一个点 单独去记啊 这种记忆方式呢 容易记得非常凌乱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改型粒清火料 它的半核机械啊 以及呢 我们存储时具体的要求 所以我们整本教材呢 只有两点 一般采用呢 是间歇式版的设备啊 一个呢 便是我们的改型粒清火料 另外一个呢 就是待会儿要讲到我们水泥混凝土面层 那么对于混凝土 那么也是采用间歇式方向机 那么这两点啊 一般呢 是采用间歇式版的设备 那么整本教材 除了这两点之外 一般采用的呢 都是强制式版的设备 看这就是强制式的 强制脚切旋转进行半合 另外一种呢 便是间歇式的啊 像我们自落式的 就是属于间歇式的一种 那么举个例子 之前讲过啊 像我们炒菜一样 拿这个铲子来翻拌这个菜啊 那么就相当于强制式版盒 如果你要是拿大勺去颠的话 这种呢 就属于间歇式版盒啊 自落式的 好 接下来那么来说一下 对于利清火料 它的存储时的要求 那么对于利清火料来说 存储时间呢 注意啊 不易超过24小时 存储过程当中 注意它的温降呢 一般的要求呢 是要小于10摄氏度啊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改性SMA啊 称为改性利清马地质碎时火料 那么要求的是当天来使用 而对于OGFC呢 它要求都更严了 是随办随用啊 不要弄混了啊 好 那么以上呢 是我们的生产以及运输 将来我们来说一下施工 对我们的利清火料来说 施工的无非呢 就是现场摊铺之后呢 碾压成型 对吧 那么先来说一下铺啊 那么注意 我们的普通利清火料呢 它的一个摊铺呢 它使用的机械呢 往往是两种 一种的是履带式摊布机 另外一种的是轮胎式摊布机 而对于我们这里强调的改性利清火料 所以它只使用的是履带式摊布机 不使用轮胎式的啊 不使用轮胎的 对比起机 那其次呢 我们来说一下 对于改性利清火料的碎层温料 它的施工温度啊 对于施工过程当中的温度 注意一下 它是通过事业来确定的 并不是通过经验 那么我们施工时的温度呢 它呢 是有大致三个啊 这个温度 一个呢 是铺装时的温度 另外一个呢 是粗舌压水时的温度 再一个呢 就是碾压棕料的温度啊 那么这里面 所以我们利清火料 它的铺装时的温度呢 要求不得低160摄氏度啊 不得低160 那么像我们的这个粗水压时呢 往往呢 是要求不得低150 碾压棕料呢 往往呢 一般是啊 90到120之间啊 那么再来说一下 我们摊扑机 摊扑的速度啊 这就是摊扑机 铝带式的啊 摊扑时 它的速度呢 一般的放慢 是我们每分钟 一到三米 对比谁去计啊 对比的是我们的 普通利清火料 普通利清火料呢 是要求每分钟 二到六米 不要弄混了啊 对于改性的呢 是每分钟 一到三米 其次呢 再来说一下 我们利清火料 摊扑过程当中 如何控制它的高层 也是控制它的厚度啊 那么一般呢 利清火料来说 它呢 可以分为上下 两个层次 也可以分为上中下 三个层次 那么对于中下面层 要求精度并不是很高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钢丝绳牵眼 以钢丝绳来去确定 它的一个具体的高层 那么可以看到 中下面层呢 可以通过钢丝绳 或者是铝合金导轨啊 或者是我们的平石啊 以及这个平石等等啊 来控制引导它的高层 那么由于它的精度不高 所以呢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啊 这呢就打两个钢签 拉一条钢丝绳对吧 来控制标高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上表面层 上表面层呢 是跟车辆直接相接触的 所以呢要求平衡度一定要好 控制的精度一定高 那么如何来控制呢 一般呢 就是通过我们非接触式的平衡量 来进行控制它的标高 以引导它的高层 好 那么这呢 便是我们的感性沥清火料 它的一个高层的控制啊 好 铺 说完之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碾压和成型 那么刚才说了 我们铺装时啊 它的一个温度呢 要求的不得低160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铺完之后呢 紧跟着便是我们的压路机呢 在后方的进行紧跟碾压 目的呢 就是防止沥清火料 它的温度呢 温差降得过大 这种呢 会影响到后期成型 以及它的车来能力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要求出压时 它的温度呢 不得低190 你压中了时 它的温度呢 不得低100啊 不得低90到120啊 这几个数字呢 你要有个印象啊 有印象 加上 那么再来说一下压路机 那么一场呢 是震动或钢筒式压路机啊 这是震动式压路机 这呢 是钢筒式的 像震动式压路机呢 它里面呢 是有转子的 可以通过转子 它的旋转的频率 来调整它的振幅啊 从而来控制我们的压实度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钢筒式的啊 双轮钢筒 那么一般呢 可以采用这两种 注意不易使用轮胎式的 因为轮胎式的呢 容易黏轮啊 黏轮 那么对于OGRC 力行火料啊 就是我们的排水 力行火料 那么一般讲的是 12吨机以上的钢筒式压路机啊 注意一下 12吨以上不是以下 而且是钢筒式的 这个点曾经考核过 接下来 那么再来说压路机啊 拟压石遵循的原则 这句话很重要 你需要给它记住 叫做紧跟 慢压 高频 低幅 紧跟指的是我们压路机呢 要紧跟着探浮机 防止 力行火料温度 下降的过快啊 拟压石会影响到后期层形 以及它的商业能力 慢压呢 是慢速碾压 高频是提高震导频率 采用低震浮的形式来进行碾压 以保证它的压实密度 可以看到 这种原则呢 是保证了它的平等度 以及压实密度的关键啊 好 接下来那么来看一下第三个质点啊 就是开放交通 以及其他的要求 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放交通呢 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的沥清火料 它的温度呢 让它自然散发温度啊 当它的温度呢 降低到我们50度以下时 方可开放交通 如果想提早开放交通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你可以适当的撒碎啊 适当的撒碎 那么还要做好我们的成品的保护啊 保持清洁 不得造成污染 那么这呢 是要求要符合安全文明施工的要求啊 那么可以看到 严禁在改型沥清 路面之上呢 堆放土或杂物 严禁在已完成的改型路面之上呢 这个制作水泥沙浆啊 等等 那么这呢 是环境保护的要求 了解即可 阿里提可以考改促啊 来看一下这条题啊 2011年的考题 像什么 直接出来了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 看起来四个选项啊 看起来四个选项啊 没问题吧 好 没问题呢 我们继续看啊 加上那么来总结一下啊 这里面我们总结呢 主要是把普通沥清火料和改型沥清火料呢 做一个对比 然后呢 从摊铺到碾压到开放交通啊 三个角度分别来说 那么先来说一下摊铺啊 摊铺呢 主要是包含了我们的摊铺机械啊 有轮胎的 有针 有履带的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摊铺速度 以及呢 摊铺找平的方式啊 以及摊铺的原则 那么这里面 那么来看一下 对于普通沥清火料呢 它可以使用履带式摊铺机 也可以使用轮胎式摊铺机啊 而对于改型沥清火料呢 它只能使用的是履带式的 另外一个呢 便是我们的摊铺速度 对于普通沥清火料来说呢 要求是每分钟二到六米 而改型沥清火料呢 是降为它的一半啊 是每分钟一到三米 而对于找平方式 注意啊 普通沥清火料来说 下面层一般采用是钢丝绳啊 路源石以及瓶石来找平 上面层的一般的可以采用平衡梁 以及导梁来找平啊 而对于我们的改型沥清火料啊 它有一点点区别 中下面层的也是可以采用钢丝绳啊 以及我们的导轨导梁来找平 而上面层的一般采用的是非接触式平衡梁来找平啊 好 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摊铺原则啊 无论是普通的还是改型沥清火料都是遵循的缓慢均匀 连续不断摊铺防止造成平衡度差啊 高低起伏影响到我们后期行驶时的舒适稳定度 来说一下碾铺 碾铺的方式 碾铺的方向 我们要啊 有所了解 对于普通的沥清火料来说啊 它呢 是碾铺分为了三个阶段 出压 负压 以及中压 对吧 出压呢 一般的厂的是钢轮牙漏机 啊 而中压呢 往往使用的是轮胎 以及振动牙漏机 啊 中压呢 往往使用的是双轮钢筒牙漏机 而对于负压呢 往往使用的是轮胎和振动式牙漏机 看什么呢 主要是靠我们极料的极配 如果要是我们的连续极配 往往使用的呢 就是我们的轮胎压漏机 25吨以上 而对于我们的出极料 出骨料 由于它的嵌极能力啊 这个比较强 摸动力比较大 那么一般采用的是振动式压漏机啊 而对于改型力气管料来说 注意 它呢 是可以采用振动压漏机 可以采用的是钢筒式压漏机 不得使用的是轮胎式压漏机 防止连轮 它遵循的原则呢 是紧跟漫压高频 低附原则 再来说方向 无论是普通力气管料 还是改型力气管料 一般情况下 都是中间高两侧低 那么都是从两侧向中间 进行碾压 如果要是超高平底线处呢 轨弯处啊 是从内侧向外侧来碾压 从低处向高处来碾压 来说开放交通啊 普通力气管料来说啊 要求制限温度降低到50度以后 方可开放交通 而对于我们改型力气管料 也是要求一样的啊 都是要求温度在50度以内 方可开放交通啊 好 以上呢 便是改型力气管料面层施工技术 那么考点有没有啊 有 但是考的概率不是特大 啊 没有普通力气管料考的概率高啊 所以呢 要分清主次 那么对于改型力气管料 讲完之后 那么来看一看啊 水泥混凝土路面 它的施工技术要求 那这个点呢 曾经呢 是考过大题的 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首先 那么来看一下水泥混凝土路面 施工技术当中的内容 两个考点 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水泥混凝土 它呢 是从它的配合笔的设计 到半核 到运输 到我们最后混凝土面板的施工 整体啊 分为了这几个流程 分别来说 第一个像配合笔设计 对吧 那么用到水泥 用到出几股料 到外压剂啊 你需要前期进行标定吧 对吧 那像下雨时 还会影响到它的一个配合笔 那么要勤测寒水率等等 第二个呢 便是半核搅拌 那么搅拌设备用哪种啊 强制式的呀 还是这些式的呀 那以及它的半核时间是多少啊 第三个呢 就运输啊 运输过程当中啊 要求混凝土不得出凝吧 对吧 用什么设备来运输啊 一般是挂车 挂车用到哪 一般运到我们的泵车当中 然后呢 可以这个交入混凝土 第四个呢 就是施工了 因为混凝土面层当中 是包含了一些附属结构的 那么像我们的传绿杆了 以及拉杆了 帐缝板了 以及我们要设置各种缝对吧 纵缝横缝 以及帐缝缝缝 施工缝啊 等等 那这呢 便是它的一个 配合笔的设计 办法运输到混凝土的要求 以及施工过程当中的要求啊 那么主要是要了解施工过程当中的要求 好 首先那么来看一下第一个指点啊 就是混凝土配合笔 它的设计 那么配合笔的设计 用多少水泥 用多少骨料啊 粗气骨料 用多少外加剂啊 用多少水等等 它要考虑四个方面的性能 第一个呢 要考虑的是要满足混凝土本身的弯拉强度 混凝土对吧 上面有车辆 车辆下压之后 它会产生什么变形 弯曲变形 那么弯曲过大容易折断 碎裂 因为混凝土是钢性产量 宁舍而不弯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它以强度来恒定 就是强度是指抗破坏的能力 那么什么强度啊 肯定是弯曲变形造成折断的啊 这种情况 所以呢 是弯拉强度啊 抗弯强度 第二个呢 便是工作性啊 那你像我们人天天上班工作 你混凝土面层之上有天天会有车辆去行驶 那么他也像人一样啊 这个天天会相当于工作一样啊 所以是工作性 还有一个呢 就是耐久性 那么一般呢 像我们的这种高等级道路啊 至少使用年线呢 都要保证在20点以上 这呢 便是他的耐久性 除此之外呢 还要考虑的是一个经济性 就是啊 我们配的配比是呢 你鼓料用的越多 相比较而言呢 造价会越高 对不对 还有就是你损尼加的啊 参班的越多 造价也会越高 所以呢 满足这三个基本性能之后呢 你要考虑考虑他的经济性 这呢 是他的四个方面啊 那么是可以考什么呀 多选题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再来说一下 对于混凝土 他的抗动等级的要求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呢 是严寒地区 另外一个呢 是寒冷地区啊 他的等级是不一样的 对于严寒地区 要求抗动等级呢 是不得低于F250 而海浪地区呢 要求他的抗动等级呢 是不得低于F200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F呢 就跟我们混凝土C呢 或S啊 像C30 C35指的是抗压强度 对吧 那么像我们的P啊 S 它指的是抗胜情况 那么这里面的F呢 指的呢 就是抗动等级 那么这个250 又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最啊 它代表的是次数 指的呢 是啊 这个 我们在动容250次之后 它的强度还可以达标 达到我们规范要求 标准的强度 这呢 就是250 它的一个数字的含义 像F200呢 代表的是啊 动容次数在200啊 以上200次之后呢 还可以达到一个 强度的要求 好 下面那么再来说一下 混凝土当中 使用外加剂的要求啊 那么混凝土当中 一定会涉及到外加剂 对不对 抗冻的呀 以及这种减水剂呀 引气剂呀 防冻剂呀 等等啊 那么这里面呢 像我们高温地区施工时 往往呢 加的是混凝剂 因为高温施工时 水分一增发 容易凝固啊 所以呢 往往呢 是可以加混凝剂的 那么像我们加完外加剂之后呢 要求初凝时间呢 不得小于三小时 而对于低温施工时呢 注意啊 往往呢 我们可以加防冻机啊 那么这里面呢 像我们加完外加剂之后 要求中凝时间呢 要求不得超过十小时 所以呢 这里面就是外加剂的要求啊 初凝时间不得小于三 而中凝时间呢 不得超过十小时 那么外加剂 它的残量的多少 注意 主要是通过事业来确定的 并不是经验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支点啊 就是混凝图面板施工 那么像我们的路面 面层的施工啊 你肯定是需要先织膜 然后呢 交入混凝图 如果要是速混凝图板 直接交混凝图就可以了 如果像钢筋混凝图板呢 你还需要进行适当的配金绑钢筋 那么首先呢 就涉及到了我们的模板工程 那么注意 模板按照材料来划分两种 一种是钢膜 另外一种呢 是木膜 我们多采的是钢膜啊 那么它的基本要求呢 就是要保证它的直顺度 以及平凉度 那么我们钢膜支设时 注意啊 像这种啊 就是钢膜 支设时呢 要有支撑啊 那么支撑分两种 像我们现在画的这个呢 是属于第一种 那么另外一种支撑呢 就是内外去打钢签啊 内外去打钢签 通过钢签来固定钢膜板 像啊 这打钢签 这又打钢签 把这个钢膜呢 设在这个钢签之间啊 来进行固定模板 这是两种固定钢膜的方式啊 那么对木膜也是一样啊 还有没说完 钢膜呢 设置昌食呢 是一米一支色啊 防止模板变形 造成跑模造模的现象 而对于木膜板来说 注意啊 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啊 一旦受潮 容易变形 所以呢 要求使用之前呢 必须浸泡 防止变形 对木膜板来说 也需要设支撑 它呢 0.8米到1米之间呢 需要设一道支撑啊 那么有些人问了 如果不设支撑 我们直接在我们的基层表面开挖个钩槽 然后把模板给它嵌进去 可不可以啊 这种呢 是不可以的 可以看到 严禁在基层之上 开挖钩槽 嵌入模板 为什么啊 因为你基层是什么层啊 是层中层 如果在层中层之上 开挖钩槽会破坏它的强度 影响到它的承载能力 那么后期呢 容易造成碎裂 所以呢 严禁在基层之上呢 开挖钩槽嵌入模板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模板在浇混凝土之前呢 要在它的内表面呢 涂刷隔离剂 以及防粘接剂啊 或者是说涂刷脱模器 目的呢 是拆模时好拆 防止造成混凝土 掉脚了 碎裂了啊 等等 那么对我们的钢膜来说 它呢 都是啊 标准阶段啊 从预制厂放到 送到我们的实用现场 进行拼凑的 中间呢 会有缝隙 这个缝隙呢 你要控制好 如果太大的情况下呢 会跑漿漏漿 所以呢 一般的在缝隙当中 我们需要设置胶带 或者是通过塑脚膜呢 给它封闭啊 封闭 防止跑漿漿漿 这呢 就是灌重混凝土的一个图片啊 这是罐车啊 罐车一般有10粒的 12粒的 这两种型号比较多 它没通过泵车啊 直接是通过罐车 直接卸料了啊 好 下面那么来说一下 对于我们钢筋混凝土板当中的一些附属设施啊 就是我们的一般啊 像钢筋这些都算啊 像我们的传递杆了 拉杆了 以及我们的钢筋网片了 补偿筋了啊 这个加强筋了啊 等等都算 先来说钢筋啊 钢筋安装之前 要检查其原材料的品种 规格以及质量 了解一下就快了 而像我们的钢筋网片 以及脚语处的钢筋啊 像脚部一般呢 要设置补偿筋啊 因为它容易断裂开裂 那么要求呢 安装必须牢固 位置准确 而对于我们的传递杆 看啊 这就是传递杆 这传递杆啊 这一侧呢 是一块混凝土板 这一侧呢 又是一块混凝土板 它呢 是通过传递杆的相互衔接 形成整体 提高整体性 那这个传递杆 注意啊 它呢 是左右可以移动 而限制了我们混凝土板上下的移动 所以呢 防止造成我们板 它的错团 而左右移动的目的呢 是适用于它的一个热脏冷缩 因为混凝土板呢 在温度高时会膨胀 温度下降呢 它又会收缩 如果没有这个帐缝或传递杆呢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它会造成翘曲 所以呢 是通过传递杆呢 来限制它的上下的错动 而左右啊 它呢 是可以产生一定的微动的啊 适用于它的膨胀量的变形 那么要求的传递杆呢 要牢固 位置准确啊 其次呢 这里面呢 帐缝处还会涉及到天缝料 以及帐缝板啊 那么一般呢 像这个帐缝板 以及传递杆呢 以及提缝板呢 是一起安装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混凝土 它的铺柱 以及震导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要是这个 采用水晶混凝土路面施工的时候呢 你肯定需要进行摊铺混凝土面板 那么铺的形式 所以它分为四种 第一种呢 是三棍轴机组来铺柱 第二种呢 是滑模式摊步机 第三种呢 是轨模式摊步机 第四种呢 是小型机具 机型摊铺 也可以称为人工摊铺 我们分别来看 不同的摊铺方式 它的具体要求 先来看一下三棍轴机组啊 它的铺柱 哪是三棍轴机组啊 就是三棍轴机组啊 再就是三棍轴机 这也是 那注意 它的前端呢 是角龙滚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 旋转布料的作用 中间呢 是我们的行轴滚 它呢 是动力的来源 啊 向前前进动力的来源 最后一个呢 是震动滚 震动滚 就是一个光滑的钢管 它的目的呢 主要是起到震动排出气体 以及收僵提僵的作用 这呢 变成三棍轴机组 那么三棍轴机组啊 摊铺啊 布料作业的同时 一般的我们要配备一台 插入是震导机组的排斥震导机 哪啊 就是它 它就是排斥震导机 你看到 这上都是什么呀 这上相当于都是震导半啊 看这个也是啊 这也是 这都是震导半 震导半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你前边布料前进 摊扑的同时 我们震导半呢 插入到我们混凝土当中 来震导 目的呢 是排除混凝土面层当中的气体 防止造成后期强度不够 风光麻眠的现象 不断的布料 不断的震导 不断的进行啊 把这个震导半的提出来 然后呢 不断的前进 再次进行震导啊 这呢 便是我们的三棍轴机组 以及呢 插入是震导机组啊 插入是的震导机啊 这个排斥震导机 这排斥导机 是它啊 来看一下施工要求 当我们面层铺装厚度小 150毫米时 注意 我们可以不采用排斥震导机 可以改用震导梁 哪是震导梁啊 就是震导梁 震导梁的目的是什么呀 同样跟我们的 这个排斥震导机的目的是一样的 都是排除混凝土面层当中的气体 我们这里面呢 要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震导的方式啊 有两种 一种是插入式的 另外一种呢 是平板震导 插入式的呢 一般的适用于我们的 啊 混凝土层后比较厚的时候 那么一般的是插到中下部 排除中下部混凝土的气体 如果要是混凝土结构呢 它比较薄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平板震导啊 就是通过震导梁 在它表面震导 就可以排除它的气体了 可以不采用插入震导设备 所以可以看到 当我们面层比较薄 150毫米以内的时候 可以采用震导梁啊 进行震导排除气体 来去看啊 当一次摊铺 双侧道面层时 应该配备一个中风拉杆的插入机啊 双侧道 你双侧道的情况下 中间呢 它一定会有结缝 对不对 你中间有结缝 那么你就会有拉杆 那么这个拉杆 怎么去布置的呢 是通过拉杆的插入机来布置 拉杆插入机布置拉杆时啊 你要确定两点要素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拉杆与拉杆之间的间距 第二个呢 就是要确定的是我们拉杆设置于这个缝 当中的具体深度 一般这个深度呢 是我们二分之一的板厚啊 好 接下来那么再来说一下特性 要求要点 来看一下我们的三个人机主 他的特点啊 他的特点呢 是前进振动 后退进滚 曾经这句话考过真题 真题怎么考的 以下哪些说的是正确的 他说的是啊 前进进滚 后退振动啊 说法了 所以我们的特点是什么 前进振动 啊 排除C体 后退进滚 进行走平处理啊 那么我们最佳的轨压变数 最是通过试验段试验来确定的 并不是经验 好 接下来那么来看一下第二个啊 就是我们的轨道摊波机啊 也称之为轨模式摊波机啊 那么来看他的适用性 来看他的具体要求 这是轨模式摊波机 他呢 一般的适用于最小摊波宽度啊 3.75米内时啊 3.75米以上时 往往呢是可以使用轨模式摊波机啊 可以看到最小摊波宽度呢 不易小于3.75米 那么再有一个呢 他的适用性呢 是啊 适用于摊落度 在两到四公分时 可以使用 轨模式摊波机啊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要求 当面板的厚度超过150毫米时 摊落度小于30毫米时 要求必须插入认导 为什么呀 面板厚度太厚了 你想平板式认导 它只能排出上部的气体 中下部呢 还是流存有气体的 它排不出来 所以呢 必须插入认导 可以看到啊 还该配备振动梁 以及呢 振动板 对于混流土的表面 进行振导 以及修正 要么振动梁 或者是振动板 它只能是排出 上表面的气体啊 可以看到就是表面嘛 再一个呢 就是起到一个收浆 提浆啊 整平的处理 那么可以看到 它的提浆厚度呢 一般的控制 3到5毫米之间啊 好 加上来说一下 滑木式摊波机啊 这是滑木式摊波机啊 对于滑木式摊波机来说呢 有些情况下 是不需要进行成膜织膜的 因为我们滑木式摊波机呢 是自动成膜 而且呢 它是可以控制 它的一个铺装层的厚度的 来看它的要求和特点 应该布置基准线 就是你要做多宽啊 做多厚啊 清扫湿润我们的基层 为什么要湿润基层呢 如果基层不湿润 我们摊波混准土面层时 有可能基层过于干燥 会吸收混准土当中的水分 那么从而会影响到 它的配合比 降低混准土面层的强度啊 那么对于滑木式摊波机 你是整体摊波层型 所以呢 对于我们中间有阶份 以及阶份处 要设置我们的传逆杆的时候 注意啊 我们要怎么办呢 前提事先是安装 我们的帐篷支架 在帐篷支架之上呢 我们来设置我们的传逆杆 然后呢 再通过我们是 通过我们的滑木式摊波机 进行整体摊波作业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会单独来说一下 这个传逆杆 它的布置形式啊 一种的是帐篷支架来布置 另外一种的是端头木模来布置啊 再来说一下特点 特点呢 就是根据混凝图 它的稠息情况 就是他路度的大小 采用高频震动 或者是低速摊波 或者是低频震动 高速摊波啊 当他路度小的时候 是稠还是稀啊 大家回答我 他路度小 他路度小是稠还是稀 对啊 稠对不对 稠怎么办呢 你要高频去震啊 而慢速去扑 如果他路度大 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的混凝土太稀了 这种越稀的情况下 你就不能再震了 所以呢 是低频震 而快速扑 防止啊 这个造成流淌 没问题吧 好 下面那么来说一下 小型机具谈波 也是人工谈波啊 那么这里面呢 主要是来确定一下 它的数据 以及施工作业要求 数据呢 就是摊护系数 松阔系数啊 混凝土也是一样 你铺完之后是一个厚度 然后呢 我们后期呢 需要震倒 密实 通过抹光基金抹光 之后呢 它会变薄 二的比值呢 一般的控制在 1比1到1比2点5之间 那再来看一下施工要求 施工要求呢 你要注意两个数字啊 一个是三分之二 一个是五分之三 先来说这个三分之二啊 刚才说了 我们模板制热时呢 一种呢 是这种制热方式 另外一种呢 是内外搭钢签 对不对 那么内外插钢签的时候 怎么办 是不是中间会留有一定的签口啊 假如胶子胶子胶子 这一条混凝土 中间会有签口啊 那么这个签口 我们需要给它密实 什么时候密实呢 就是我们混凝土啊 摊护时 分两次去摊护 第一次呢 摊护整厚度的三分之二 然后我们把内侧钢签 给它抽出来 把签口呢 给它密实住 之后呢 再摊铺上层的三分之一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五分之三啊 由于我们 如果要是混凝土 面层过后时 你整体摊铺时呢 注意它容易造成水化热剧烈 啊 中间温度高 表面温度散发的快 造成表面的开裂 所以呢 我们尽量呢 是分层摊铺 那么可以底部呢 先摊铺 整个层后的五分之三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摊铺 上面层 利用我们的层面啊 来进行散热 防止温度 中间的温度过高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 分层摊铺时 我们要求呢 下层 必须在出凝之前来 啊 摊铺我们上层的五分之二 为什么呀 如果你要是 底部已经出凝了 我们再摊铺上层的五分之二 注意上下会分层啊 再一个呢 我们混凝土面层来说 它呢 是分一块一块的 对不对 各个板块的 那么注意啊 我们一块混凝土板 要求呢 一次摊铺 交注完成 不得啊 这个间隔时间过长 因为间隔时间过长 它容易形成事工缝 我们要求每一块混凝土板 都是整体的 一次成型的啊 这就是现场摊铺啊 通过过车车 这些馅料啊 这比较简单啊 好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接缝啊 对于我们的混凝土面层来说 注意啊 它分类的方式不一样 按照这个缝的 呃 纵向横向来划分 分为了纵缝横缝啊 就是平面位置 如果按照它的一个缝的深浅来划分呢 又分为了帐缝和缩缝 上下完全贯通 称之为帐缝 我们称之为针缝啊 如果上部贯通 下部连将连着的 那么这种呢 我们称之为缩缝 也可以称之为甲缝 那么以针缝为例啊 给大家说一下 像针缝当中要有什么呢 注意啊 针缝当中要有天缝料 要有帐缝板 所以呢 可以看到帐缝呢 应该设置帐缝的补强钢筋支架 以及呢 帐缝板以及传续杆啊 看这张图 那么补强筋在那啊 看这就是补强筋 一般呢 在自由端面处 以及脚语处啊 等等都需要设补强筋啊 因为它受力不好 容易造成端脚的开裂 破坏 所以呢 要设补强筋 中间一定要设帐缝板 这个帐缝板呢 是当温度高的时候 两侧毁土膨胀 帐缝板收缩 当混流筒板收缩时 帐缝板膨胀 对于帐缝板一般呢 使用的是啊 防腐防水材料来设置的 顶部呢 要灌天天凤料啊 来看帐缝的具体要求 帐缝呢 应该与路面中间线 处于垂直的状态 可以看到啊 这是路面中间线 它处于垂直的状态 对吧 那么凤壁必须垂直 缝宽的必须一致啊 可以看到 上边的缝宽跟下面的缝宽 基本都是一致的 一般是两公分左右啊 要求缝中不连浆啊 缝中不连浆 帐缝不连浆 而缩缝呢 是连浆的底部连浆 缝上边呢 要灌天天凤料 那么一会呢 会单独来说 这个天凤料要求啊 下部呢 是设置我们的 这个传列杆 以及呢 设置帐缝板 上部天凤料 下部呢 是传列杆和帐缝板 看这张图啊 这一车混凝图已经施工完了 这一车混凝图呢 正在交注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什么呀 套管 就是套管 这是补强金 那么这一车呢 会有什么呀 会有我们的传列杆 好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传列杆 它的布置方式啊 传列杆布置方式呢 分两种 第一种呢 是通过端头木膜来设置传列杆 另外一种呢 是通过帐缝支架来 设置我们的传列杆 那么什么情况下 用端头木膜 什么情况下 用帐缝支架呢 注意看什么呢 看你混凝图胶住的形式 如果混凝图分段去胶住啊 假如啊 这不是端头木膜吗 看一下 它U型的一个啊 相当于这个这个膜的啊 就U型木膜 然后呢 它中间是开槽的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传列杆呢 设置在我们的U型木膜之上 它不就稳定了吗 然后呢 你去交这一块的混凝图板 使这一块混凝图板呢 跟我们的传列杆呢 进行固定 固定之后呢 再把这个啊 端头木膜那里去掉 然后呢 我们设置帐缝板 然后呢 再交出另一侧的混凝图 那么这一侧混凝图呢 一般呢 我们这个传列杆呢 要套一个滑套 起到一个水平方向 可以进行微动的作用啊 所以呢 当我们分段去交混凝图时呢 对于我们的传列杆的固定呢 是通过端头木膜来接固定的 那么另外一种的是啊 支架来固定 帐缝支架来固定 看这是帐缝支架啊 这是帐缝支架 这也是帐缝支架 这个支架之上呢 你要设置我们的传列杆 然后呢 注意一下 设置传列杆的同时 我们中间呢 要把我们的帐缝板 放在我们的传列杆的中间 然后呢 这一侧要设置一个提缝板 那么这个提缝板呢 也可以称为端头挡板 这是端头挡板啊 这个提缝板呢 是卡在我们的传列杆之上的 防止交混凝图时 造成帐缝板的侧疑 因为你交混凝图时啊 它是有流动性的 而且是有水平冲击力的 所以呢 容易造成我们柔性的帐缝板的变形 所以呢 我们是通过端头挡板 来进行固定帐缝板的 当混凝图整体都交错完之后呢 我们是把这个提缝板啊 也就是我们的端头挡板呢 给它抠出来的 抠出来之后呢 这一侧呢 我们需要单独来交混凝图 那么在我们帐缝板之上呢 需要贯天天缝料 好 这样那么来说一下天缝料 贯天之前的准备工作 以及贯天过程当中的要求啊 贯天之前要对我们的缝隙当中的 沙石骨料进行清除啊 杂物进行清除 冲洗干净 那么要求呢 缝壁必须干燥清洁 那么对我们的天缝料的灌注呢 注意啊 灌的时候根据季节而定 到底是灌满啊 还是这个略凹一点 这里面有一个口诀叫做冬凹夏平 冬季呢 是 怎么样 略凹一点凹多少 一到两毫米 为什么呀 因为夏天来了之后温度高 它会啊 一平 如果你冬天就灌平了 你夏天就会凸出来 凸出来之后呢 行车室就会造成它的破坏啊 所以呢是冬凹 夏季呢 是用我们的板面相平啊 冬凹夏平 那么一样 对我们的天缝料养护期间 也不得开放交通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养护啊 来说养护方式 养护要求和养护时间 养护方式啊 最简单的就是两种啊 一个是撒织养护 另外一个呢 是冬期的保护覆盖 也可以通过覆盖塑料 薄膜等等 但是呢 一般负责塑料薄膜而言呢 往往是对于素项构件啊 道路用的比较少 所以呢 他说可以通过我们的洒水养护了 以及养护计养护了 以及冬期保温覆盖养护了 这些方式来养护 最不易使用围水养护 因为你道路是长的 你围也围不住 再来说要求 当周围温差超过10摄氏度 以及呢 最低气温低于5摄氏度时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不得撒水养护 我们要求保温覆盖养护啊 保温养护 看这是撒水养护对不对 这样呢 就是可以理解为保温养护啊 覆盖一些棉栅啊 等等 再来说养化 再来说一下养护周期养护时间啊 这里面两个点 一个呢是 针对我们养护到什么样的一个强度而言 另外一个是针对我们的时间要求 那么这里面呢 要求养护的时间点 至少要保 至少啊 要保证在我们的混准土强度达到80%以上 另外一个呢 就是养护周期了 一般的养护周期是要控制在14到21天之间的啊 那么尤其呢 要注重前七天的养护 因为前七天 它容易造成开裂破坏啊 墙都不够 没上来呢 好 最后呢 来说开放交通啊 对于水电混准土路面 什么情况下人可以过呢 什么情况下啊 车才可以过呢 注意啊 人质量小 只要求我们混准土 它的强度达到弯拉强度的40%以后 人就可以通行了 而对我们车辆来说呢 注意啊 必须百分之百达到设计弯拉强度 且天缝完成啊 方客开放交通 看1600考题啊 这个动画我应该做了呀 为什么 没那啥呢 看一下啊 没问题吧 我重新上传一个啊 这个 明天做动画呢 少了大家直接直接看答案了 来看一下 100考题啊 100考题 答案直接出来了 是吧 没事啊 我我这个上传一个就是不带答案的 上传一个不带答案的啊 先看一下 在混准土达到什么强度的40%啊 这100考题啊 抗压呀 抗压呀 弯拉呀 抗压呀 抗减呢 这是混准土 测量贺载下压之后 它会产生什么变形啊 会产生什么变形 是不是弯曲变形 弯曲吧 所以是抗弯强度啊 那么有些情况下是抗压啊 什么要检测它的抗压强度 问一下大家 什么情况下 要检测抗压强度啊 一般检测都是检测的是 7天无侧限抗压强度 对不对 7天无侧限抗压强度 什么是7天无侧限抗压强度啊 就是你7天之后 送检的一般的是啊 立方体 增150毫米的立方体 送到哪啊 我们在自检测试验室 然后呢 不要让它侧向弯曲啊 或者说侧向有变形 就是无侧限 上面有个压载的设备 进行压载它 看着什么情况下 压碎 这就是啊 7天之后的无侧限 看一下强度 什么情况下检测它呀 有没有知道呢 一般对我们的承重构件 尤其是柱子啊 要检测它 而对于梁来说啊 要看它的抗减强度 抗弯强度啊 因为梁啊 往往往呢 是剪切破坏 我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本来是做了 啊 OK 这个做的啊 知道的一样吗 对啊 成台式啊 要做抗压强度测试 这要件什么呀 普通混定土路面帐缝 应该设置 帐缝补墙 钢筋支架 帐缝板传列杆 帐缝应该是什么呀 与路面中心线垂直 对不对啊 对啊 凤宽必须一致 上下必须一致啊 凤中连不连将啊 帐缝不连将 缩凤才连将啊 呃 凤上宽下载处啊 上上下一致啊 一 凤内贯通 贯满天缝量啊 并不是贯通贯满啊 下不是传列杆 帐缝板上不才是天缝量啊 所以一也错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道路 它的大修维护技术要点啊 这个点缀 曾经17年考的是阿力分析题啊 还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内容三点啊 分别是微表处理工艺 以及呢 旧路加铺新的立清网料 面层的施工工艺要求 再来呢 便是我们的加铺立清面层的施工要点 首先呢 来看一下微表处理工艺啊 看它的适用条件啊 看要求 看目的 先来看要求 呃 对于原有路面结构 能满足使用要求 原路面 它的强度要满足要求 再来呢 就是路面 基本的是无损坏的 经微表处理之后 可以恢复我们路面 它的使用功能 这个要求了解就可 它考没法考 啊 怎么说没法考呢 什么情况下 我们微表处理就满足要求啊 就是你路面啊 有坑挖了 有拥包了 啊 有碎裂了 这种情况下 它不影响什么呀 不影响我们的结构 像我们路有路面对吧 有基层 有路基 那么它的结构不缺少 结构满足使用功能啊 并不是我们路基有塌陷呢 有斯稳呢 有掏刷呀 冲刷呀 啊 没有没有这个方面 这个情况 基层没有破坏 没有造成板底头空 没有这种情况 只有面层局部破坏啊 这是属于结构啊 它满足了我们的使用要求 再一个呢 就是路面它的强度啊 谁是层中层啊 基层是层中层 基层没破坏 能承受商务的车辆 并且向下传递货窄 那么这呢 就是满足强度的要求了啊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路表面基本是没有太大的损坏啊 满足使用功能 即可采用微表处理方式啊 进行一个简单的处置之后啊 然后呢 进行施工 然后呢 可以增长通车 再来看一下目的 目的呢 就是啊 延长我们道路的使用的周期 然后呢 减少投资 工期短啊 这样的一个目的 也是基本的 是没有办法来考的啊 使用性 使用条件 好啊 接下来那么来看一看可考的点啊 微表处大修工程 它的基本要求 第一个呢 就是对于原路面 如果有病害的情况下 一般的我们主要是采用 采取的是啊 刨平补缝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啊 你像我们啊 有些道路啊 开裂了 有缝隙了 怎么办呢 那你就需要进行灌浆补缝呗 那么有些位置啊 它产生了拥包 那么你就需要给它铲平刨平 对吧 那么对于我们的缝隙 如果宽度超过五毫米时 一般呢 都是采取灌浆的处理方式啊 像灌我们的沥青 对吧 沥青字 灌水泥素浆 水泥浆 那么对于局部破者怎么办呢 一般局部破者就是挖补处理啊 假如这是我们的 水泥混凝土路面 这个位置碎裂了 怎么办呢 给它剔除剔掉啊 然后呢 重新灌注啊 灌注混凝土 灌注水泥沙浆啊 那么对于深度15到40毫米的 车则会拥包啊 我们需要进行显报处理 什么是拥包啊 就是指 灵星 混凝土 灵星火料路面 它这个 突出了一点 这是拥包 需要给它铲平啊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车则啊 车则呢 就是我们车轮 经常行驶之后啊 形成这种 轮迹 这是车则 那么对于车则和拥包怎么办呢 我们是通过显报处理啊 这是显报 你可以说洗爆啊 这是洗爆机 它把我们上面表面层的 立行火料呢 给它刮除掉 然后呢 保留下面层或中下面层 然后呢 重新在表面层呢 摊铺新的立行火料 重新进行摊铺碾压啊 形成新的啊 路的表面层 这就是啊 洗爆处理 来说一下施工流程 以及具体要求啊 那么首先呢 是先清除原路面的泥土以及杂物 轻调处理 那么对于我们的道路的大修维护呢 要求也是半幅路通车 半幅路施工 不得中断交通 那么摊铺厘纹料时 摊铺的速度呢 是控在每小时1到1.5到3公里之间啊 每小时1.5到3公里之间 这个数理我验一下就行了 那么一般枣瓶呢 是我们人拿着橡胶瓣的来进行枣瓶处理啊 清除大颗粒 骨料 那么对于我们的道路的维护维修啊 注意这里面说了 他不需要碾压成型 摊铺找平之后 必须立即进行触及养护 禁止一切车辆 以及行人通行啊 那么气温在25到30度之间啊 养护30分钟 既满足要求 直接呢 可以开放交通了 再一个呢 就是各种参数呢 所以他呢 是通过一个 200米以上的线段来 啊这个测得出来的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第二个支点啊 我看一下时间啊 我们休息吧 然后呢 十分钟之后呢 再回来啊 十分钟之后回来 二十分钟之后呢 我准备一步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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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提供 好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提供 文字幕提供 什么 文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 来看 冠天 那么接风 那么 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新制作 它们提供 探测出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看 文字幕提供 啊 好 所以 我们提供 快短 就是避开 中文字幕提供 快的原则 那么像短或快 要求要有计划的集中力量 进行快速施工 快的原则对不对 那么从他的一个施工的工序来说呢 就是及时天及时领压密实啊 那么短 就是分段施工 切记全断面开挖 站线过长 如果你要全断面开挖或站线过长 不好控制啊 你越短控制的越好控制 再来说挖方的路线 这是挖方的路线啊 挖方路线 施工时呢 最要要做横坡 中间高两侧低 然后呢 在两侧呢 一般我们可以设解水沟 以及排水沟 进行疏导水流 水下来之后 通过横坡引导水流 防止造成我们啊 路床过湿啊 那么这个横坡一般设多高 这个坡头多少呢 一般可以坡头抖一点 2%到3% 目的呢 就是起到引导水流的作用 防止造成我们路基 它的实现和软化 所以呢 要设横坡 两侧可以设截嘴沟 以及排嘴沟啊 上面也可以设防径墙 挡嘴墙等等 那么从施工的角度来说呢 就要求当天来挖完 填完压完 不留后患 正是追寻快的原则的快啊 如果要是寓雨啊 造成我们路床啊 造成翻浆的现象 什么是翻浆啊 就是雨水过多 还有量过大 它就会形成稀泥 就是翻浆了 翻浆怎么办 换料去重做啊 好 以上呢 是我们的路基 路基往上是谁啊 是基层 那么来看一看基层的施工啊 那么我们从施工的角度 从不同材料的角度 分别来看啊 那么注意 我们基层 不论是石灰类的 水泥类的 或二灰类的啊 注意 它都要遵循的是快的原则 那么快的原则 无非就是摊铺段 不一过长 越短越好 可控性好 其次呢 就是从工序的角度来说 坚持办多少 铺多少 压多少 完成多少 多少啊 不要弄得过多啊 以下雨来不及做啊 来不及防护 那么对于快来说 要求呢 就是尽快粘牙密实 防止雨水渗透啊 好 加上那么在分别从 不同材料的基层 分别来看啊 这里面呢 主要是包含了石灰土基层 水泥土基层啊 以及二灰等等 你要对于石灰土基层 从要求 从措施分别来说 要求呢 石灰啊 以及石灰土 避免雨气施工 免遭雨淋 为什么呀 你要石灰一遭雨淋 它就会结成成块硬化啊 上强度了 所以呢 避免与其进行石灰土的施工 那么措施看一下 保护石灰敏刀雨淋 为什么 石灰雨水之后会硬化 会结成块啊 那么石灰稳定土基层施工时 应排除其表面的雨水 防止极料过失啊 因为有水 它就会硬化 就会成形 所以呢 能要采取排除表面水的一些措施 例如我们可以覆盖一些彩点布 打塞雨棚等等啊 而对于水泥土而言 也是一样的啊 降雨停止施工啊 为什么啊 水泥浴水之后 同样会硬化 你这个水泥 假如啊 你水泥是粉的 粉末状的 对不对 下雨 你直接扔外头了 第二天再看 它就会形成一个石块啊 或者是水泥块 你是没有办法再次使用的 它是一种化学材料啊 所以呢 降雨时要停止施工 那么措施也是一样的啊 防止水泥遭雨淋 可以覆盖彩条布了 或者搭塞雨棚了 那么同样 路办法施工时 应排除下层层的表面水 防止极料过失啊 所以啊 这些点都是背的内容啊 其实 可讲性不是特别强 它都是一个记忆性的问题 一般考 这个位置 就是要你干嘛呀 考简答题啊 让你墨写出来 再来说一下 面层施工啊 面层呢 无非就是啊 立行网料和水泥混凝土的两种啊 那么我们分别看 对立行网料来说 不允许在下雨时施工啊 以及不得在下层 潮湿时段来施工 为什么呀 那你下雨 立清呢 就会结层成块硬化 你现场是没有办法来次 来再次摊铺的啊 再一个下层层潮湿 它也会造成我们立清的硬化 所以呢 要求不得下雨 几下层层潮湿时来摊铺立清作业啊 那来看一下措施啊 与期呢 应该缩短施工段的长度 遵循快短的快短原则当中的短啊 那么加强施工单位呢 与我们的气氧部门 以及搅拌站的联系 做到及时摊铺 及时粘压啊 这呢 是快短原则当中的快啊 加强之间的联系 及时铺 及时压 再来说一下水泥混凝土面层 水泥混凝土面层 注意它呢 是由于 由我们的水水泥出物料 吸物料 以及一定的外压剂 配比而成 那下雨时 注意它会影响到 它的含水率 所以呢 我们施工时 尤其是配比施工时啊 要勤测它的含水率 以调整我们的加水量 保证配合比的准确性啊 防止影响到我们面层它的强度 那么与期施工时呢 也是啊 要加强各个工序之间的紧密啊 衔接 那么遵循的也是快短原则 那么从施工的工序的角度来说 要求是及时 胶筑 震倒 抹面层形 养护养生啊 要及时 就是快速施工啊 都是背的内容啊 好 再来看一下东西施工 那么对于东西施工呢 首先那么来看一下它的基本要求 什么情况下算是进入到了东西施工呢 注意啊 我们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低于五摄氏度 或者是温度 最低温度啊 低于负三摄氏度时 算是进入到了东西施工 这呢是东西施工它的定义啊 那么对于东西施工过程当中 注意啊 既要防冻 要快速施工 同样的是遵循快短原则 那么对于物资的一些需求 注意要有挡风棚 防风棚 以及加热设备 保温设备等等 像这种棉栓 对不对 保温设备 防止我们混准土内外温差过大 造成表面的开裂 所以呢 这是对于物资的要求啊 看一下 物资的要求 有哪些啊 加热设备啊 像我们有些 东北地区施工时啊 可以设置一些油灯啊 油厅啊 对吧 要挡风棚 保温栅 保温棉 就覆盖啊 来看一下陆基施工啊 我们东基施工呢 同样的是从下往上来看 先说什么呀 陆基 之后呢 再来说基层 最后呢 来说面层 那么对于陆基 无非呢 土陆基 石陆基吧 石陆基呗 那么对于土陆基 注意啊 如何防止造成 如何防止土粒基造成动胀呢 注意啊 两种方式 一个呢 是把我们的土呢 给它刨松 另外一个呢 是覆盖 覆盖不用过多去解释了 对不对 你盖个棉被肯定保暖的 那么刨松啥意思呢 你土是石的 你得刨松了之后 注意 它起到一定的保暖的作用 或者是啊 冰冻深度不至于过深 就跟我们冬天穿棉裤一样 呃 你穿那种特别贴身的啊 就是孤大腿的这种棉裤 跟你穿了一个特别蓬松的棉裤啊 不一样 肯定是蓬松的棉裤 更保暖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对于高等级道路快速路主干路来说 注意啊 我们天土的土流当中不得还有冻土块 而对于我们的啊 这个低等级或者是中低等级道路 像次干路啊 辅路的等等啊 它这里面呢 冻土块可不可以有 注意可以 但是含量不得超过15% 且冻土块 它的粒径呢 不得超过100毫米啊 这个位置 注意一下数字啊 再来看一下基层的施工 那么我们路基算之后 来说中间的基层啊 基层 它飞了半钢性的 飞了柔性地层 对不对 对半钢性地层 无非就是石灰的 石灰粉煤灰的 以及水泥的 而柔性地层呢 无非就是啊 极配碎石 极配礼石的 分别看 像我们半钢性地层 石灰 石灰粉煤灰啊 石灰粉煤灰 注意啊 进入到东西之前 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需要停工了 不得在东西来施工 因为它会动脏 容易收缩 造成断裂啊 那么我们基层是层 弄成不得凯利 而对你水泥类的呢 注意啊 它是进入到东西之前 半个月到一个月 需要停工了 不得施工啊 而柔性地层 它肯定适用于的是 中低等级道路 它可不可以东西施工啊 所以它可以啊 那么我们冬季施工时呢 是需要洒布防冻剂的 防冻液的 那么要求呢 是水洒布 水碾压面水 因为它是极配式的 骨料式的啊 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面层 面层 面层无非两种 对吧 内清我料的 和水泥混定土的啊 那么来看一下 面层施工要求 对于快速路 主干路啊 这种高等级道路 注意严禁东西施工 而对于次干路 以及以下的道路 注意温度低五度时 是不得施工的啊 需要停工了 而对于我们 内清我料当中的 一些结合层 例如我们的年层 透层封层 注意严禁东西施工啊 好 再来说一下 水泥混定土路面 对于水泥混定土路面 注意啊 它东西施工时 也是有要求的 搅拌机除料温度 不得超过1040度啊 摊浮温度呢 不得超过540度 这个温度呢 有个印象就行了 烤动的可能性比较低 那么我们水泥混定土路面 东西施工时 要保温设备啊 以及我们的 供棚以及挡风设备 防风棚 保温棚 挡风设备等等啊 那么什么情况下 我们水泥混定土路面 层需要停工呢 注意啊 它是连续5天 低于负5摄氏度 或者是最低气温 低于负15摄氏度 需要停工了啊 需要停工了 并不是东西必须停工 是连续5天 低于负5摄氏度 和最低气温 低于负15摄氏度 是需要停工的啊 那么其次呢 就是我们 在混定土 半核过程当中 以及摊扑之前的一些要求 我们混定土摊扑胶度之前 我们要看一看基层 基层之上 是否有冰冻啊 有积雪啊 如果有冰冻 有积雪 注意你一摊扑混定土 混定土温度高 会融化冰冻和积雪 影响混定土 它的配合比 降低强度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混定土 它只有随随的出气骨料 配比而成 那么配比时 你要看一看骨料 是否是这种 带有冰雪的骨料杀石啊 如果有 那么需要去除 其次呢 就是可以加一些防冲剂了 找墙剂了 以及延长脚外时间 那么其次 我们冬期的 随随混定土面层施工时呢 也是追寻快速原则 快速施工啊 缩准各工序之间的时间间隔 那么对于我们 随随混定土面层 东西养护 注意不得少21天啊 好 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高温季节施工啊 对于高温季节施工 先来说一下高温季节施工的定义啊 什么是高温季节施工呢 气温高于30度 混定土半合物 它的温度呢 在30到35度之间 空气当中的湿度呢 小于80% 这种呢 算是进入到了高温季节施工 注意一下啊 数字有印象即可 30 30到35啊 80 80%啊 来说高温季节施工啊 它的具体规定啊 分别从材料 从施工 从辅助方式来说啊 材料 就是阳控配合笔啊 那么保证缓击所 它的合一性 必要时可参加缓凝剂 为什么呀 令高温季节施工时 注意温度高 混凝剂当中有水分 水分会蒸发的 那么水分一蒸发 它凝固速度会加快的 所以呢 可以适当的参与一些混凝剂 再一个施工啊 可以看到 我们首先呢 要避开高温季节施工啊 尽量呢 是在夜间施工晚间施工 我们一般打灰 什么时候打呀 是不是都是夜间打灰啊 哪有正午时分去打灰的呀 没有啊 再一个呢 也是 高温施工时 同样的是要遵循快速原则 那可以看到 加强 办治 运输 胶柱 做面等工序的衔接 也是遵循快短原则 这呢 是遵循的是快速施工原则啊 那么尽量呢 缩短运输 超多的时间的 啊 这个间隔 再来说辅助方式啊 辅助方式呢 就是加一些灶棚了 等等啊 或者是覆盖啊 等等 防止太阳直晒 啊 造成我们混凝土温度增高啊 可以看到 加了一些灶棚 避免阳光直射啊 减少水分的蒸发啊 以及及时覆盖 同样这里的覆盖并不是保温 而是防止这个室外温度啊 影响到我们混凝土内部的温度啊 加强养护啊 多洒水 最常用的啊 养护方式呢 这是撒了两户啊 高温界施工这么多年的基本呢 是没有太考核到的啊 没有太考核的 所以呢 高温界施工考的可能性极低极低啊 一般最愿意考的是语气施工 来看这样的选择什么 下来与其道路工程施工 质量保证测试当中 属于面层施工要求的是哪一个 面层施工的啊 当天挖完压完 不留活换 今儿路级吧 也说是面层 搬多少铺多少压多少完成多少 这是基层啊 按2%到3%做横坡 这是我们的挖土的路基 第 及时交注镇脑抹面层能养生啊 这是面层对吧 第啊 好 以上的道路工程啊 全部讲完啊 大功告成 不容易啊 道路讲完之后 我们要看一看什么呢 注意啊 道路讲完之后 我们要看一看桥梁 对于桥梁工程很重要 爱立体参考点 也是考案 也是考我们计算题的考点 而且呢 占比的分值非常高 所以呢 桥梁工程要引起重视 桥梁工程 注意啊 这里面呢 看它的支体系啊 主要呢 是分为四目内容 第一目的是桥梁 它的结构形式 以及呢 通用的施工技术 这里面主要是包含了11个考点 这11个考点呢 啊 内容非常多 包含了我们桥梁 它的介绍 构成 以及施工过程当中的 织模 支架 模板支架 以及呢 钢筋 混凝土 运用力混凝土 以及我们的这个 桥面防水 制作系统 测试缝 装置等等 内容非常多 非常杂 所以呢 要求大家一定要认真听 第一目呢 很重要 那么这样一个呢 对于桥梁来说呢 一会儿呢 会给大家分一下 我们桥梁呢 是分了四个结构的 四个部分的 下部结构 上部结构 支构系统 和附属设施的 下部结构 包含什么呢 主要是桥蹲 桥台 蹲台基土 上部结构 包含什么呢 主要是我们的 两块体系 那么像我们的第二目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 桥蹲 桥台 以及基础 详细来讲 第三目呢 上部结构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 桥挂体系呢 来详细讲具体的 支撑方式 施工手段啊 那么最后一个呢 便是管含相寒 管含相寒呢 这里面呢 一般不会考案例分析题 考试考选个选择题啊 所以呢 前三个部分是重中之重 桥梁多少分呢 桥梁 我看一下啊 桥梁满分120分 至少桥梁 它能占到40分以上啊 40分 那就是超过了三分之一呗 对不对 怎么还要给我打个 啊 卡卡吗 大家卡吗 大家要卡吗 大家要卡吗 现在卡吗 现在现在好没好 我看一下 现在好吗 现在好了吗 好了是吧 管含就没有听见讲什么 什么意思 注意啊 像我们的含啊 主要是报了管含了 香含了 盖板含了啊 这些含 管含 注意 肯定不能考大体 它有泄水的高度 你那一个过水的 他考什么大体啊 一般含 拱形含 盖板含 他都不会考 仓舌考个香含 我说这是按例题啊 那像管含 香含 盖板含 以及管含 拱形含 盖板含 香含 他一般考呢 就是考选择题啊 然后呢 一般桥梁很重要 他的考试的分值啊 往往可以达到40分啊 所以呢 要求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 你知道 一般我们桥怎么考啊 至少四道大体当中 有一道大体 全部考桥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就占了20分 再一个呢 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另外几道大体当中 他一定会有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轨道交通 配合桥梁考 或者是道路配合桥梁考 所以他至少又占了十多分 除此之外 在选择题当中 单选多选 一定会涉到桥梁工程 所以呢 加不加吧 基本的能达到40分啊 好 来看一下桥梁 他的构成以及类型啊 这里面呢 两个折点 一个那是桥梁基本组成 以及常用相关术语 第二呢 桥梁他主要类型啊 先来看一下桥梁的基本组成啊 他主要是由四个部分来构成的 那这四个部分 我们来看这张图啊 画一条线 这条线以上 我们称之为的是上部结构 哪啊 这个位置 这是上部结构啊 他的作用呢 主要是跨越三合勾股 跨越障碍物的啊 跨越既有线路 跨越合流的作用 这是上部结构 这条线 该画的这条线啊 插一下 这条线以下 注意我们称之为的是下部结构 包含什么呢 桥墩 两侧桥台 以及下面的基础 土字好 可以使用独立扩大基础 土字不好 要使用装基础 装基础 又分野了 转孔 又分野了我们的摩擦桩 又分野了我们的 这个预制桩啊 这里都要有装机的 所以呢 对我们的下部结构呢 是包了桥墩 桥台 以及墩台基础的 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传递贺载 承载上部车辆的作用 承载上部的车辆的贺载 然后呢 向下进行传递的作用啊 那么除了上下结构之外呢 还包含了的是我们的制作系统 看啊 这是制作系统 它是起到衔接的作用 衔接我们上部结构 以及下部结构的作用 这就是制作 制作类别比较多啊 按照它的移动活动方式 有固定制作 活动制作啊 活动制作分析的单项活动制作 以及多项活动制作啊 那么按照它的材料啊 有这种橡胶的了 钢制作了啊 等等不一样 所以呢 这就是制作 它的主要作用呢 是起到一个传递贺载啊 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样的呢 它要具备一定的变位的功能 为什么要具备一定的变位功能呢 当温度作用的时候 混准土结构呢 它会热胀冷缩 会膨胀 会收缩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制作啊 要适应于我们混准土 它的膨胀的量值 或收缩的量值 就是当混准土 有适当的微动变形的时候 你这个制作不能限制它的微动 或者是说变形 所以呢 要求制作要有一定的可变位的作用啊 再来一个呢 就是附属设施 那么这里面的附属设施呢 主要是包含了桥面系 桥头大板 以及锥形户坡 先来说一下这个桥面系啊 桥面系呢 主要是包含了五个部分 桥面的铺装 像我们桥面上面的立行网料的铺装层 就是桥面铺装对不对 或者水面混准土的铺装都属都属于啊 以及防排水系统 因为排水系统一般呢 在我们的两侧 会有排水管道 把我们的桥上的水给它引到地面 还有就是防水系统 我们桥面呢 要进行防水处理啊 以及栏杆 我们两侧呢 要混准土的护栏 以及伸缩装置 伸缩缩 这是伸缩缩 对不对 它的目的呢 主要是保证我们减资粮 它可以膨胀或收缩 防止造成啊 这个翘取啊 或者是啊 产生一定的啊 错动 这样呢 就是灯光照明啊 保证夜间呢 可以正常通车 除此之外呢 要有桥头大板 这呢 便是桥头大板 桥头大板的目的所在呢 主要是防止桥头跳车 因为这一侧呢 是土 这一侧呢 是混准土 在乘辆99次行驶之下呢 可以产生高级差 所以呢 容易造成桥头跳车 那么我们设置了一个桥头大板 它就可以避免桥头跳车 还有就是追行互泼 看这是追行互泼啊 它主要是防止雨水的冲刷 保证土体的稳定 这是追行互泼啊 来看一下 像这就是桥面铺装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伸缩缝 啊 设置的伸缩装置啊 像这呢 就是我们的桥面的防水系统的施工啊 这呢 是我们混准土的护栏 这呢 是夜间灯光照明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常温的相关处语啊 常温相关处语呢 注意 它呢 这里面呢 主要是帮了十个 前七个呢 是针对我们的梁士桥 后面几个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寒洞 以及拱形桥啊 先来说一下净化镜 什么是净化镜呢 注意 它主要是指桥墩边缘距离桥墩边缘之间的近距 称之为净化镜啊 桥墩边缘到桥墩边缘啊 如果可以看到这是四跨 对不对 四孔桥 如果只有一孔的话 怎么办呢 这是桥台 这是桥台 那么它可以指怎么样 桥台到桥台之间的距离 就是我们的净化镜啊 这是桥台边缘到桥台边缘之间的距离 就是我们的净化镜 再来说总化镜 总化镜呢 它就是各个净化镜之间的总和 这是几孔啊 四孔吧 四个净化镜之间的总和 即为我们的总化镜 再来说计算化镜 像我们的桥墩之上 是不是自作呀 那么注意 我们如果要是减之量的情况下 这边要有个自作 这边还要有个自作啊 这要有个自作 这还有个自作 如果要是连续量的情况下 这可以使用一个自作啊 就是整体一个一个自作就可以了 如果要减之量 注意 是我们两个近端自作 行星点之间的水平距离 就是我们的计算化镜 就是自作 行星到自作行星之间的水平距离 就是计算化镜啊 再来说桥梁全场 桥梁全场呢 主要是指我们桥台的端点 桥台两个最外侧的端点 也可以称之为侧墙 之间的水平的距离 这个戴尔就是我们的桥梁全场啊 好 再来说桥梁的高度啊 这里面呢 分析了跨河桥还是跨线桥 如果要是跨河桥 注意它分析了三个水位啊 低水位 通行水位 红水位 低水位呢 是我们的枯水期的水线 通行水位呢 是保证船只可以通行的水线 红水位呢 是我们迅期最高水位线啊 如果要是对于跨河桥而言 它呢 是指我们的桥面 距离低水位 这呢 它的一个高叉 就是我们的桥梁高度 如果跨线桥 下面呢 肯定是我们的路面 它指我们的是桥面到路面之间的一个高叉 称之为的桥梁高度啊 再来说一下桥下净空高度啊 同样啊 这里面呢 分析了跨河桥 还是跨线桥 如果要是跨线桥的情况下 注意一下 它是指我们的桥下结构最下缘距离我们路面之间的距离 这呢 就是桥下净空高度 如果要是跨河桥的话呢 它呢 是指我们桥下结构最下缘距离我们的洪水位 或者是通行水位之间的水位 之间的这个距离就是我们的桥下净空高度啊 再来说一下建筑高度建筑高度呢 注意啊 你给它名词带换 只能那是我们桥梁它的厚度 可以看到啊 是我们的行车的路面 距离我们桥下结构最下缘之间的距离 称之我们的建筑高度 就是我们的啊 上结构的一个厚度 就是我们的建筑高度啊 将来我们来说一下拱桥当中的拱楼线和四块比啊 什么是拱楼线呢 注意啊 看这是拱圈 对不对 像拱桥怎么去做的啊 对不对 这样的吧 上部 这是人给他的贺载 或者车辆给他贺载 他是通过我们的横格墙 种在拱圈拱内之上的 所以呢 这个称之为拱圈或拱类啊 那么对于拱楼线来说 注意啊 拱圈拱类各个截面行星点的连线 这个虚线 就称之为拱楼线 而对于四块比 什么是四块比呢 讲四块比之前的要普及一下 它的一个计算跨境 和计算是高 计算跨境呢 它呢 是指我们 两个拱角截面行星点的 水平连线 称之为计算跨境 计算跨度 而计算是高呢 是指我们拱角截面行星点 距离我们的拱顶截面行星点 它的一个距离是计算是高 二的比值 我们称之为四块比 四块比反映什么呢 注意 它反映我们的拱圈拱类 它的受力性能 一个特别扁的拱圈拱类 称来能力肯定低 特别拱的拱圈拱类 称来能力相对来说肯定要高 但是呢 注意扁的 虽然受力 刹脸能力低 但是呢 稳定性好 特别拱的 稳定性不好 但是呢 刹脸能力高啊 好 再来说寒冬啊 寒冬就包含了我们的这个 滚寒了 香寒了 拱形寒了 盖板了 等等啊 要滚寒 注意 它就是泄水的 而对于拱形寒 香寒 盖板寒 一般呢 是可以过人过车的啊 那么来看一下 寒冬 多孔 跨境小于8米 单孔跨境小于5米 限准的高度啊 了解就行了 这是属于八字墙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桥梁 它的主要类型 桥梁主要类型啊 注意啊 它的分裂方式呢 多种多样 可以按照它的受力情况来划分 也可以按照它的用途了 形成到的位置了啊 物工材料了等等啊 来划分 材料来划分等等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按照它的受力性能来划分 按照受力的特点非五种啊 分别是凉色桥了 拱桥了 钢架桥了 组合体桥了 选手桥了啊 这五种 现在说凉桥啊 凉色桥 看收力 看材料 哪是凉色桥啊 就是凉色桥 这一片凉了 对不对 车辆给它贺载之后 所以它主要是依靠两个桥台上的自作 提供的上部的作用法力 所以呢 注意啊 看 这是一个贺载 这又是两个贺载 对不对 二者来平衡 它有水平贺载嘛 所以是没有水平作用法力的 也没有水平贺载的 所以呢 它上部的贺载 完全是依靠粮体本身 它的内力 来提供上部的作用法力的 那么这个粮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形呢 所以社会弯曲的 所以呢 粮内会产生较大的弯距啊 那么由于它会弯曲变形 瘦的弯距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要使用抗弯能力比较强的材料 哪些啊 钢 木头 混凝土 玉英力混凝土 都是抗弯能力比较强的材料 再来做一下拱桥 最具代表呢 便是罩州桥啊 那么注意 这就是我们的拱圈拱内 对不对 这也是拱圈拱内 依靠它来承担上部的贺载啊 它呢 是首先贺载传进到我们的 立柱了 或者是横墙 然后呢 传到拱圈拱内 来承担上部的贺载 那么上部的贺载 怎么去传递呢 来看这张图啊 上部的贺载坐在拱圈拱内之上 向下来传递 这么去传 对不对 那传到谁呢 传到桥台 那么注意 这个力呢 可以分解 向下的竖想力和左右的水平力 向下直接传到我们地基之上了 左右呢 传到我们桥台之上 所以呢 我们桥台呢 要承受它的水平作用力啊 那么由于要承受水平作用力 那么它呢 就可以适当的抵消我们拱圈拱内 当中的啊 内部的弯具 所以呢 相对来说 它当中的弯具呢 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啊 那么注意 对于拱桥 它是以受什么为主呢 是以受压为主 为什么呀 它有水平作用力啊 所以呢 是以受压为主 那么由于有以受压为主 那么要使用抗压能力比较强的材料 哪些啊 砖石头混凝土 钢结混凝土啊 再来说钢架桥 这是钢架桥啊 所以这是力柱 这是我们的梁 它是钢结点 这个点 这个结点呢 所以它非常不容易变形 基本呢 也是啊 一直处于90度的一个啊 这个夹角 那么这呢 就是属于我们的钢架桥 那么对于钢架桥来说 可以看到啊 以这样图为例 桑架桥有测量 进行下压 我们取一品来看啊 取一品 就是一品 就是一块 一块来看 收到桑架核载作用时 它的变形是什么样的变形呢 桑架梁步 它是弯曲的 柱角 注意一下啊 它有向内部 移动的趋势 所以呢 我们可以称之为梁步受弯 而柱角是受压的 那么由 由于它底部呢 柱角受压 它呢 可以适当的抵消一部分 我们啊 这个梁了 或立柱当中的一定的弯具 所以呢 可以看到 钢架桥 它的正弯具呢 比梁摄桥要小 为什么比梁摄桥要小 就是由于它的 它有水平作用分力 这个水平作用分力呢 可以适当的抵消一定的 梁体 以及我们立柱当中的玩具 所以呢 它呢 是借于我们的梁摄桥和拱桥之间 梁步受弯 而坐脚受压的啊 再来说一下 选手桥啊 这是选手桥 最具代表的呢 便是我们的美国金门大桥 单跨超千米 单跨超千米 透空性极为好 然后呢 它的构成呢 注意啊 它主要是由我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悬鼠啊 两侧要有某定 要有我们的 吊鼠啊 以及那要我们的塔架来构成的 特点就是单跨超千米 特别啊 一跨特别长啊 特别远 缺点呢 就是啊 轻质高强 多强呢 是刚才来见到 所以呢 在风荷窄和车辆核窄这种下呢 它容易造成震动和变形 再来说组合体桥 什么组合体桥呢 就是几个不同体系的结构呢 组合在一起啊 假如这个位置呢 是拱桥 对不对 这些位置呢 是我们的 啊 梁式桥 结合成一体一体呢 就是我们的组合体桥 或者是说斜拉桥 看这是斜拉桥 斜拉桥 它的构成 最主要呢 是由我们的 啊 阻梁 斜索 就是拉索啊 以及我们的主塔来构成的啊 由于这三个部分来构成的 那么注意 斜拉桥呢 它是属于我们组合体桥 当中的一种啊 可以考选择体 来说其他的分类方式啊 可以按照它的长度 跨度 用途 以及材料 跨核在物的性质 上部结构 啊 它的位啊 这个行造的位置来划分 按照长度 跨度 注意可以分为了四个层级 小桥 中桥 大桥 和特大桥 小桥 中桥 不需要看 只需要看大桥和特大桥 怎么分 注意啊 两个角度来划分 一个的是按照多孔去划分 另外一个的是按照单孔来划分 当单孔 它的跨度在40到150米之间 属于大桥 150米以上 属于特大桥 多孔在100到100米之间 属于大桥 100米啊 100到1000之间 是属于我们的大桥 1000米以上的是属于特大桥 所以 数字必须要记 因为曾经考过阿力提 多测考核啊 这个点必须记啊 再来说用途 按用途来划分 飞来公路桥 铁路桥 公泇两个桥 农桥 人形桥 渔水桥 公路桥 专门跑汽车的 铁路桥 专门跑火车的 或者说啊 这个轨道交通的 公泓两个桥 像我们的武汉长年大桥 上面是我们的汽车 下面呢是轨道交通啊 按照材料 有物工材料 就是抗压能力比较强的材料 就是物工材料啊 还有就是钢金混定土的 运用力混定土的 钢的 以及钢混的 木桥啊 等等啊 这个很好去区分理解啊 按照跨越栅物的性质呢 分析跨河的啊 以及湛桥高架桥 还有呢就是跨线桥 跨河的下面是水的 就是跨河桥对不对 跨线的啊 跨越的是既有线路的 下面是啊 这个道路的就跨线桥 还有湛桥 湛桥像我们最代表的呢 是我们的青岛湛桥啊 以及有一些临时的小桥 也可以称的为湛桥 那么按照 车道的行程位置来划分呢 为了上桥是中桥是下桥是啊 他主要针对拱桥而言 车道在拱桥 拱圈以上上桥是 车道在拱桥之间中桥是 车道在拱圈以下是下桥是啊 来看一年考题学什么 今天讲的多啊 讲的偏累 今天讲的多啊 这怎样 大小吧 五百米 多口 哪呢呀 看啊 五百米在一百到一千之间嘛 是不是大小啊 这到底是什么 以下学习当中属于梁氏桥特点是什么啊 梁氏桥啊 速箱核载中下无水平中法力 有没有啊 梁氏桥没有什么这种法力啊 谁有水平中法力啊 一个是拱桥 另外一个呢 是钢架桥 对吧 哎 没问题 比与同样跨境 与同样跨境其他结构相比 梁内弯具大 对不对 没问题啊 跟拱桥相比 肯定弯具大 因为拱桥有水平推力 水平中法力 抵消弯具 跟钢架桥相比 也是一样的 钢架桥也是有水平中法力的 所以呢 也是可以抵消一部分的玩具的 C啊 需用拱桥能力强的材料来建造 没问题啊 因为你玩具大 所以呢 要用拱桥能力强的材料来去做 D结构自重轻 造价简单 这说的谁啊 说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 旋转桥 并不是我们的梁氏桥 一能经济合理的 球线大跨度桥 注意啊 不能 他不合理 不经济啊 因为梁氏桥 他跨度不能太太 这个太大 如果要想增大 他的跨度怎么办啊 使用预用力混凝土结构 所以呢 他不能经济又合理的 修建大跨度的桥啊 你叫预用力 钢架混凝土啊 造价比较高的啊 所以正确选项什么呀 ABC吧 好 到这呢 今天全部讲完啊 今天讲的内容比较多啊 也是能感觉到 比较疲惫啊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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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啊 太快啊 太快 你看一下 回放 太快 看一下 回放啊 必须改啊 必须改 不能不改啊 就是得求变啊 快 大家要感觉快的话 你回头看一下 回放啊 因为我需要把内容输出完 因为输出不完 我这个讲不完 其实大家不合适 你知道吗 就是你没听完吗 你听的完整性不够 不容易通过考试 看讲义 客气的客气的 应该的 应该的 正常啊 跟大家说啊 一般老师来说 上直播课不会超过60页PPT 一般就是55页左右 它语速会比较慢 像这种 我应该是能达到68页PPT了啊 就是多讲了10页 所以呢 要 要赶一点 语速会稍微偏快点 内容也会偏多一点啊 我也会偏累一点 可以的 可以的 回头在我们的这种案例分析班 就会给大家补充好多的是 我们教材当中没有的一些考点 案例题还有可能考到的啊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然后呢我们下一节课见 呃 再次强调一下 回去你要一定要看一下回放啊 一定要看一下回放 不然呢 这个很难去跟得上 你看回放的时候 你可以加速啊 你可以加到1.2倍速度 和1.3倍速度 呃 基础比较好的 尤其是 呃 去年曾经考过的 你可以加到1.5倍速度去看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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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